Podcast 品牌变现 全台最大托管平台 First Story 帮你实现 创作者们 开启订阅制吧 接受赞助 创造收益 和粉丝一同努力 First Story 提供多元方案 协助创作专属单集 一键整合平台 金流 会员 带动听众人数 提升收听量与分享量 现在开通订阅制 再送十万次节目宣传曝光 乡亲点击资讯栏 第一手的族心 最有艺术的奉赏 语言是一种艺术 买当工家有艺术 嗨 大家好 我是赖金仙 欢迎收听 报道有艺术 今天的报道有艺术 好问旻赢的图片 这个邱立伟 立伟你好 金仙姐好 台湾听众大家好 我是邱立伟 来 咱们说到的立伟呢 其实他是图片 他的动画的电影 八戒决战未来 来到台湾做旻赢 是 我好像你是我第一个访问到 真的很荣幸 我觉得你很勇敢 对 因为在台湾 其实做动画的人很少 所以也难怪 金仙姐就是第一个认识 因为台湾其实早期 在780年代的时候 做了很多很多的动画 帮国外 像美国 日本 我们是帮他做代工 就是说人的脚本 人的角色设定 人的分镜图 请我们加台湾 就是因时又可靠的 然后当时的人工 也不是太贵的 这个台湾艺术家 来帮他们制作 所以当时都是代工 那现在从2000年之后开始 2000年之前可能有魔法阿嬷 听众朋友可能就知道 2000年之后 除了魔法阿嬷料 就有很多人想说 要做自己的作品 所以才开始有一些 动画原创作品 利伟 因为我们比较知道的 比如我们跟金元代工 台积电 有很多东西都代工 以前还有鞋子代工 技术很好 技术又好又快 然后只要把人的mark 要把它刮起 价值可能20倍条 可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做品牌 就一直卡到一些问题 那漫画的部分 是 像我们以前 你投入的时候 你现在看得很年轻 已经做30年了 你投入就是同代工 到要走自己的路 你要克服什么事情 要克服我觉得是 因为台湾大部分都是 被分到的是制作 就是production 但是我们不了解的是 制作之前的事情 跟制作之后的事情 但是我们影视动画产业链 其实在制作只是一个环节 它前面有所谓的研发 就是这些基本 我们这个市场 观众 观众的描述 或者说这个类型片 要怎么样 让这个故事会很好看 所以这个是在制作之前的时候的研究 然后在后面 有所谓的发行跟应演 发行就是说 你要发行到哪个区域去 然后那边有没有什么代理商 或者那边的人知道你的故事 看不看得懂 对对 所以我们在这个制作的这一段 是台湾的强项 但是在制作前跟制作后 台湾相对是陌生 所以说这部分就等于说 我们要自己慢慢的去学习 然后开拓这个市场 去累积这个经验 然后才慢慢的能够把这个 原创的这个产业链给串起来 问到立委 你好像在问到一个 台湾那个漫画 因为没有自己的故事 我们就带人家做 开始 这一段你就看到 你都有经历到 你自己 不过这听起来有点辛苦 我看到 你等于一入行 差不多1990左右 那时候其实是这么开始数位 那时候主流很多还是类比 所以你刚才好接到这两个部分 是 那个时候其实类比的年代 我想大家可能知道像录音机 录音带 然后都是类比 然后当时可能很多东西都是要用胶片 35厘米的胶片 而且当时的材料很贵 底片 胶片那些其实都很贵 所以我们一边当时接触到这个创作工具的时候 有一边在学类比的暗房 冲印 放大 剪影 然后另外一边在学数位的Photoshop 1.0 所以两边刚好可以做一个参照 原来Photoshop里面当时要做遮照 地上在暗房里面 它是真的有在做遮照 然后去做影像的这个 叠影啊 什么这些东西 然后剪接也是从一边 在Steam bag上面 就是有处很大 处的机械 在那边剪接 真的剪接 用剪刀剪 用胶带粘 真的是剪接 我有看到立伟的手 我就知道了 那手怎么咬的咬去 那个走过的人就留下痕迹 然后到了数位的这种非线性剪接软体 然后那个时候就发现了 如果自己可以做按照自己的意思吧 你想象中的角色动起来 那一定很酷 所以就一头就栽进了这个动画的世界 一头栽到漫画 动画的世界 我们以前的想象漫画 就是小朋友 就小时候看 那可是慢慢的 其实我们再来看大人的漫画 青少年也来看 大家比较日系啊 所以他刚才说 让我们看到什么 那个灌篮高手啦 什么怪异黑杰克啊 那还是哆啦蜂 我们对日本的漫画概念 和什么美国 迪士尼的概念这两个 可是说到台湾的时候 不用去寻寻啊 这一块一开始你怎么去摸索 应该是说 首先当然小时候不会讲太多 对然后所以从这边开始 我就慢慢的思考 所以我是先从内容开始 先从视觉开始思考 所以因为我们 常常会听到很多朋友 嘴巴里面 常常代称 简称就是 那是日式风格 那个是美式风格 对 等于说日本跟美国 他们已经有一个 你闭上眼睛 你想就知道 日式风格可能长怎样 然后美式风格可能长怎样 但是随着我最早开始做短片 到海外去参展 然后开始手册上面 或者主持人介绍说 下一部片是来自于台湾的动画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意识到 这件事情说 当主持人这么讲的时候 那观众们他们期待 看到的是什么样的画面 他们以为他们会觉得 来自于台湾的动画会长怎样 所以这个就可能就受到蛮大的冲击 觉得说对 那来自于台湾的动画会是长怎样 然后我就思考说 从我们的文化里面可以做出些什么 那这一次当然是又更特别 这一次我们现在正在上映的 八戒决战未来 其实更是从里面 不管是美学上面 跳脱了传统日式跟美式动画 甚至内容里面 我们其实也是有反省 所以整个华语圈 不管是电影还是动画 好像对于未来的想象很少 大部分都是古典 乡土或者是都会 然后就是当代 社会写实也好 或行征的这些类型 但是对于科幻类型 好像很少很少 相对于日本二次大战结束之后 我们看到好多这种 哆啦A梦也是科幻片了 原子小金刚也是啊 科吉拉库斯拉 攻克机动队 就是有好多这种对未来的想象 就一大堆 然后但是台湾好像 或者整个华语圈比较少 然后美国当然我们知道有漫威英雄 或者皮克斯这些 对然后怎么我们想象 好像一直局限在这个过去的东西 所以我才想说 我们要尝试着在这部八戒里面 把它做成一个面向未来的想象 我觉得刚刚立委说 带着片子 我们自己的漫威去国外参战 然后听到这个主办单位 这样介绍说 接下来是台湾的漫威的时候 忽然间会觉得 那我们 人们看我们台湾 那我们是蓬什么会出来 把人的期待以前是台湾 他刚才说台湾 所以你可以去想说 有句话说 不是找到同行者才出发 是你出发以后 你就找到同行者 就是他已经聊到 他说原来这个方向好像 他也是慢慢自己的 越到台湾的 我既然是代表台湾 帮他一个部分 我要表现什么 其实看到别人有做未来的议题 那我要做什么样的未来议题 同中又要求议 那我觉得这里还是要需要 很多重新再创意 跟发想 毕竟有一个失礼的问题 听起来你是很厉害 种类比 跟这个数位都没有问题 可是我觉得发想故事 那也是另外一种 它比较不是那么技术 这一块是自己做 还是拜托别人做 这一块其实最早的时候 做创作的时候 都是自己做 自己想 因为其实也读了比较多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 都不上课啦 都在读小说 这样有准备到 看泥框嘛 看什么日本的吃穿次郎 下树进食 瑞丽小说 那时候克里斯蒂 福尔摩斯 几乎充斥在我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所以看小说 我觉得它会启发一些想象力 所以在做短片的时候可能可以 那开始做 开始短片的生涯 大概做了七八部短片了 然后开始思考怎么样 继续做下去 然后继续往产业发展 那往产业的话 它就会有既定的模式 你是要在哪里播 你是要在电视台播吗 还是你要在戏院播吗 还是你要在哪里播 还是要先规格 规格 人的意思 每一个地方都不太一样 电视台要有两个破口 对 然后又很 然后就开始要求到 所谓的观众是谁 那观众是谁 这件事情就是产业的关键 产业的关键 有点像marketing行销吗 还是想要想看 设定啊 就是说我们自己做短片的时候 是都不用去想这个嘛 我们想要什么表现就做得到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商业的位 就是要有人价值观 要有人想要观 那个元素是什么 然后所以开始就会跟一些 专业的编剧合作 然后合作 然后开始 不管是我最早跟郝广财先生 他也是很有名的作家 改编林良老师的小泰亚 然后后来到小猫巴克里的时候呢 也是找了以前迪士尼的编剧 一起来发想 想说什么样子的这个故事 会让观众有带入感 然后也可以娱乐到观众 因为其实影视产业 他讲到最后 他虽然有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样貌 但是大部分的观众 他是想要被娱乐的 不管是想要被惊吓去看恐怖片 或者想去看爽片 看好莱坞的打来打去 或者看外星人攻占地球 其实这都是想说 在现实以外能够找到一个空间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剧本上面 就跟一路上以来 我们跟了好多的剧作家合作 这次巴戒也跟这个日本的高桥奈金子老师 他是写钢铁三国志 写这些 因为日本人很会写这个很热血的东西 对 每一个看来都就立志 然后就 我们要为朋友 什么东西不可以被剥夺走 对 然后就开始开放 觉得说我们 既然我们过去没有经验 那要做的话 应该要跟很多前辈来学习 所以不管跟日本的编辑家合作 还是说我们这次巴戒 也跟之前梦工厂的一个创意长 他是一个美国人叫Joe 然后我们也是让他看了一下剧本 然后给我们一些建议 然后也跟荷兰的一个剧作家合作 所以这整个的产业进入呢 等于说做巴戒这部片的产业进入 他就开始从这个中文翻日文 日文翻中文 中文翻英文 英文翻中文 不断的在翻译当中 然后因为我们过去想要巴克里的经验 就是因为他不是单独以台湾为唯一的市场 我们想要巴克里就是有卖到海外去嘛 对 所以这个就成为说是我们的指标 我们觉得我们做的东西 一定要走得出去 这个片子才能够做 因为做一部片子要很久 要很多人 那要很多人就要很多钱 然后有很多的机器设备 那所以说我们在开这个案子 就会比较谨慎啊 然后去想这些事 你看我听到这 你没有觉得立委就不像刚刚那样说 我们就是创作啊 我们就是尽情的话 他已经慢慢的到一个 我整部电影 一直开始的发想市场 我要找谁来定调 协助我的脚本 这开始画 然后到时候的发行 其实他已经有一个很完整的 他就一个完整的经验 做了三十几年 那当然现在因为有网络的关系啦 所以有很多跨国的合作 再加上他的一些整个以前的数位的累积 和他自己的动画 和自己这个漫画的累积 就是他在这个八戒 这些新的作品 其实讲新作品是去年了 去年年底做完 然后现在正在上映 刚开始上映 刚上映 对 所以这个八戒 绝战未来 是 那我们知道 他八戒就是 生有记来的八戒 是 可是故事是 未来世界 那你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说 这个故事 而且我留意到 那个配音八戒 唐三藏 都是我们很熟悉的人 而且他又给他出第一版 是 这个配音 是怎么这么厉害 因为我们有时候看 漫画就是看 很厉害 是 配音这么认真 因为比如说 漫画它没有时间性 它也没有声音 所以说很多的 这个情绪或情节 要靠那个笔触啊 张力啊 但是我们今天 创作是电影 那电影的话 你的情绪的表演 它的感染力 那就是一个我们 或者它音色之间的 整个的协调 如果我们有九个角色的话 它分别有什么样 不同的音色 或者它的特性 或者口头禅 让观众可以很快的 立刻知道这个 这个角色 漫画我们 我们这一篇 我们可以看很久啊 对啊 那动画过了 翻篇就翻篇了 对 所以我们当时在找这些 首先它是一个 应该说 黑影演员 第一个听到八戒 想说 是以前的西游记 然后后来 他们拿到片子之后 大家每个都 都回传来 就跟我说 它很特别 然后我怎么片子看完 他们就觉得 他们从来没有看过 这样的台湾动画 然后就表达了 蛮积极的 想要参与 但不过其中 像许光翰 许光翰很红 因为他以前没有配过音 所以他一直很没有自信 然后我们就觉得 他做得到啊 然后 虽然说我们觉得 他做得到 但是因为他自己 一直说他没有 他没有把握 所以我们也有 有点怕怕的 那就在这种 怕怕的情况底下 我们就不管 就把他拉进来试音 然后呢 我们说 你发一下 那个猪鼻子的声音 那个声音 因为我们怕他不会发 然后我们想要他发一下 就他发一下 哇 大家全场笑翻了 就他明明可以做得很好 然后后来 他发展出来呢 他那个猪鼻子的声音 还有各式各样的情绪 开心的猪鼻子 疑惑的猪鼻子 然后愤怒的 然后紧张的 松一口气的猪鼻子 各式各样 所以我觉得 那等于说 他们让这个动画的 这个动画本来 本来就是全部都是虚构的 都是假的 然后他们让这个假的 这个人物呢 更有了灵魂 然后好像喜怒哀乐啊 那个东西全部就展现出来了 然后像三藏这个冠亭 刘冠亭演三藏 那我就是 很正派 很正经 那有点死脑筋 还有一个蛮特别的啊 像我们这次找了 那个余胜清哈林哥 来配悟空 因为他 悟空这个是我们 最后一个决定的角色 对 然后因为本来就想找他 但是想说 哇他应该很忙吧 应该不太可能吧 然后后来我们的监制 汤森荣汤哥 有一天跟我说 哎哈林哥有兴趣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 然后没想到那个翻表上出现 然后哈林哥走进来 然后我腿都软了 哈哈哈哈 因为在我这个年纪 哈林哥是超级巨星 然后他还进来那个气场啊 然后他就开始演出了孙悟空 然后他就跟我讨论了一下 他想怎么表现这个悟空 然后跟我们原来设定不太一样 那他反而更 更有自己的特色 然后他把他演的特别泼 因为他说要泼猴 哈哈哈哈 所以说哇 那个叫声啊 什么那个 然后他又是歌手出身 所以充气十足 哇一些喊啊 什么东西 那个是很很惊人的 在现场呢 其实 而且我们配音的时候 其实他们是没有对手 他们没有对手 他们自己 他们在录音室里面单录 嗯哼哼 对 所以说在这里面 其实还有蛮多很有趣的事情 这样他也要有想象力哦 要想象力 然后要看画面 因为 比如说配音院你进去 他有时候被打 你要喊出被打的声音 你跑步要会喘 对 然后你 你刹车 你要惊慌 你要很多很多的气声 因为 如果是一般演员 他在现场 他就自己会发出那个气声 他跑步就自己会喘 对对 所以我们在录音室里面 他不会真的跑步 有啦 后来我看到他们都在原地跑步 哈哈哈哈 因为李伟刚刚讲的那个画面 是说我可能是悟空 我可能是在跟八戒讲话 可是八戒现在是没在这个现场 我可能是看动画 我就想象我跟他讲话 我就这样配 所以无论是说情绪 还是说音调很微妙的转换 其实我要让你听到的时候 就是我两个回来讲话 那他们本来又是歌手 以前我也不是专业配音演员 还有很多 像是两个人两个来讲话 他可能我们在外面就要一直留意说 他们两个讲话的距离 然后说两个人明明站了十公尺那么远 所以他讲话的那个音高 或者他的那个放射出去的位置会不太一样 跟在耳边不太一样 所以这东西全部都是要一来再来 一来再来 然后他们后来就都接得很顺 原来他们可能不太熟悉 后来就都很顺 我有一个问题 像因为我们知道你这个脚本 都找到国外的大师 那到配音 因为都是找这种很有名的 因为我看你有找到像中心灵 然后有魏如轩 这不会很贵吗 大家都很支持 就是承蒙大家照顾 然后也愿意尝试 因为我觉得这个 这些演员们都有一个共通点 我觉得他们都抱持着很开放的态度 然后想说来试试看 然后也帮忙这个台湾动画 看看能不能走出一个不太一样的气象 所以这次总共有19个明星 包含台语版 然后包含课语版 大家都是有备而来 所以有一些配音演员 像魏如轩他也是第一次配音 然后配音他就玩上瘾了 他说我台词这么少 我还要再帮我加一些台词之类的 他们都第一次配音 然后他们也是因为他们很多人是第一次配音的关系 然后他们更是做足了准备 因为有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差别 有时候他们就因为自己没把握 所以就反复的在看 反复的在练习 如果又要讲到台语 台语又有还有课语 课语又有视线腔 有海陆腔 有大谱腔 然后我们课语老师把他们每一个人都分配 你就是讲视线的 你不能讲一讲讲到海陆去 你就是讲什么 所以算是大家都很帮忙 然后我们其实做出这么多的努力 不管是在视觉上面 故事上面 美学或者配音的表演上面 都找了这么多一线的大明星 大艺术家来 甚至音乐我们找了陈建奇 然后音效我们这次还入围了台北电影奖 音效我觉得可以讲一下 因为动画片里面的音效全部都是假的 包含连走路的声音 拍桌子 开门关门 坐下站起来 或者是衣服摩擦的声音 其实全部都是需要做出来 所以我们特别把八戒的鞋子的材料 设定成一个胶鞋 塑胶鞋 所以走路的时候会有摩擦 那个啾啾啾啾的声音 然后悟空的话就是像靴子 像西部警长 它会有铁片的声音 所以说其实在这整个整个的 从剧本美术音乐音效配音 我们就是希望带给台湾观众一个 从来没有看过的动画片 也希望说大家知道台湾是有动画的 而且现在台湾动画做的其实还可以 然后希望这可以是大家未来看动画的一个选择 我们现在已经上映了吗 是 我们其实5月31号上映 现在进入第二周 然后台语版跟客语版 我们现在是第一周上映 所以现在其实全台湾都看得到 所以我们想要带 比较厉害的说 你要看一个台湾做的漫画 也有台语的 是 哇 这台语的 我们这道的比较特别 我们是第一次用台文字幕 用台文字幕 因为我 这也是我在录音过程当中做的决定 因为本来 像我刚刚提到剧本都是中翻音音翻中 中翻字字翻中 当华语翻成台文的时候 我发现哇 那个文字既亲切 然后又陌生 然后有一些字是要发出来之后 你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不行 我想说 我假设台语是我们平常大家很比较容易接 接触到的语言 所以大部分人都听得懂 所以我想说 那我们就来放个台文字幕 有有有 我有一个朋友 他有要我去看那个台文字幕 因为你是找那个 李江雀的陈峰会老师 对对对 这个台语的台语界的 我心目中的女神 大前辈 上映的 其实我觉得从那个 立委在讲 他整个走路棒 文字类比走到数位 我觉得他都有说到一个 我觉得主要是 台湾这一席 我们 我们有很好的技术 也有人材 比如说 要怎么走自己的路 所以你听他在讲 当然也有 借了别人的地匯 可是最后过 借了别人的智慧 但是要走自己的路 你再来还会想要做什么 再来还是可能会往对于未来的想象走 因为我觉得台湾 台湾我们大家的这个在这个岛上的 大家很多时候都是看向岛内 然后看向当下 或者看向过去 然后想说要 要看向未来多一点 就是100年后台湾会是什么样子 500年后台湾会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那个可能会是 我很感兴趣的题目 那现在不管是AI也好 或者Meta也好 台湾作为一个科技之导 那他在科技之导的基础上面 他又可以衍生出什么样的故事 我觉得他会很有趣 他会有别于 其他地方所看到的动画 好 我们今天很谢谢 动画 漫画的导演 邱立委 他现在已经有 这真的是为台湾 我们自己 产生出来的八戒 决战未来 是 你会听到喜欢的明星 某台湾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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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上映中 这期就是买票他要看 很简单 谢谢 好 我们今天很谢谢 立委接受访问 谢谢你 谢谢欣燕姐 谢谢听众 谢谢 各个无意书 最精彩的流 在Spotify Google Podcast 各有Apple Podcast 都听得到